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带一个美瞳 其实我今天也不出门 完全不需要的 但是既然是心情体验 所以就给大家带的是这一副 我上次不是买了三副 这一副是粉色的那一副 然后我之前自己稍微上眼 带过那么十秒钟 它非常的不自然 但是非常符合我的名字 因为带着就像兔子一样 就像有红眼病一样的 但是不要紧 我让大家自己来判断这个怎么样 我就先来带一下美瞳 我带美瞳 不能用手 一定要用棒棒 这个美瞳真的狂薄 就无限薄 我给大家垫个白纸看一下 看一下它这样的颜色 然后我现在把它嵌入我的眼睛 大家看得出来吗 像发扬了一样 那只就是已经带好的 我突然想到我的刘海太长了 也不好看 还有点盘事 我打算把它分开 别的不美 特别是一个最美的发型 还有件事情 我忘了跟大家汇报 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我今天穿的是什么衣服 这也是上身体验的一部分 这个保暖内衣 也是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 腰部加厚的保暖内衣 然后它穿上非常舒服 然后袖口是这种想发发的 大家注意 千万不要这样子 我上一件红色的就是总这样穿 然后用大拇指在这里 叮叮叮叮叮 就把它顶破了 撑出一个洞 然后这件黑色的我就这样穿 然后就是这样子 弹性特别好 穿着穿着会松 下面红眼病就继续开始带美瞳了 如果你想买这个美瞳 请记住一定不要买这个粉色的 但是为了给大家一个真实的参考 我还是把这个粉色的带一下 因为之前蓝色的和灰色的都在我的视频里出现过 现在就是彻底得了红眼病 你们戴美瞳 你们戴隐形眼镜的时候厉害了 我看到很多人 比如说我老公 他戴隐形眼镜是这样的 就完了 我呢 就是要把眼皮 把整个眼睛不是这样橄榄形的吗 把它扒成一个圆形的 才能正常的戴 眼睛不够大 眼睛不够大还得了红眼病 下面我们的第一步就是 但是我这次争取不放掉任何一个步骤 所以我打算第一步遮瑕 这一盘我忘记有没有给大家在视频里出现过了 就打当没有 是NAS的这一盘 这个遮瑕 它是因为我当时买价格比较便宜嘛 它是因为日期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就打算快点把它用完 所以就总用这一盘 大家看已经被我挖出坑了 但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我先用一把比较大的遮瑕刷 用的是小葡萄的这一把 然后选取深浅两个色混刷 这样子盖我这个大豆豆 说实话 我觉得小葡萄的这个遮瑕刷 没有我这把 就是9块9福袋里带的好用 所以我打算用回这个 其实我正常遮瑕没有遮这么多的 因为 是要录像吗 打了灯 特别亮 就显得我脸上的瑕疵格外明显 我希望这一次 这句话是说给我老婆 没有人听的 不要拼命捕捉我脸上的瑕疵 下面一个步骤呢 就是用一个润泉膏 这个润泉膏 也是我之前给大家展示过的 EVLON的这个润泉膏 你看是这种白色的 我已经用了一大部分了 我已经用了一部分了 就把嘴先润润 让它软化着你的嘴方面 等会涂成不产品 这个润泉膏的味道吃起来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有点凉凉的像含片 下面我们就来擦粉底 粉底呢 就是妆前和 我又先遮瑕在擦的 我又先遮瑕 没擦妆前 我简直是个智障 用的是这两个 就是50块钱凑单买的VDL的 这两个指甲油一样 这是它那个珠光妆前 这是它那个粉底液 很多人都说这两个不好 但是我也没有用过 如果不好的话 那我就现场展示一下 它有多垃圾 如果好用的话 那就为它证证明 然后 好多人说这个是这两个混用 好多人说分开用 那我就这半边脸 先涂这个 再涂这个 然后这半边脸 把他们俩混用 这个啊 从瓶子里掏出来 已经是一件难事了 但是是过去的我了 现在的我 有这个了 一个小挖棒 这是欧巴莱的眼霜里带的 你看它特别瘦 正好能从这个瓶子里挖进去 诶 涂在我们的侠手手上 诶我说的你刚哪半边脸分开 又哪半边脸混用来着 这半边脸吗 这半边脸分开还是混 完了 哼 我跟老婆失去了记忆 现在我就开始这半边脸 先擦这个再擦粉底液 然后这半边脸混擦 这个看到脸上 涂到脸上 是感觉是那种珍珠的光泽 嗯 为什么让我突然想化一颗 蜴珍珠的妆容呢 竟然是珍珠的光泽 就用手推吧 感觉推掉了 我刚踏了不少遮瑕了 嗯 可以看到这两边脸的对比吗 这边是珠光 这边是天然的油光 摸起来就是 这边稍微湿润一下一些 我来试试黏不黏 不黏 不黏 都很干爽 然后我这半边再来擦粉底液 它的质地没有什么流动性 我先来试试用粉底刷刷怎么样 用的是这一把小葡萄的粉底刷 它是现在我手头粉底刷里面 我最喜欢的 因为它刷头这样特别密 就比好多那种牙刷型粉底刷的刷头还要密 然后但它现在小葡萄停产了 但我觉得类似的应该也挺不难买 我下次试试有没有好用的推荐给大家 我喜欢牵这样子把它戳的 这样子戳的满脸都是白的 完了涂多了 用粉底刷全是刷痕 不要紧 我还准备了一块湿海棉 是Jow Fresh的 然后我是上次买的这个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湿水之前的 它湿水之前这么大 湿水之后这么大 看 我就用湿过水的这个来把它拍开 因为它特别吸粉 我相信它会吸走一些粉 没想到VDL这个还真是顽固呢 这个色号好像严重的白了 完全白了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阴阳脸 半瘦人 我老公说我是半瘦人 半瘦人的牙是这样的 我的牙是这样的 我感觉把我刚擦那些遮瑕 彻底推掉 没关系 正好试试这个粉底液的遮瑕性能怎么样 这个粉底液给我的感觉是有点干 我的肤质是冬天算是有点混干这样子 然后我感觉到很干 眼下特别干 你是不是想瞄我的眼下 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我今天就一直拍打我的眼下 让你弄不着 好 这半瘦人脸就完成了 下面再这半瘦人脸 这半瘦人脸我打算这两种混用 把它在我们的手上混合 我反正我又弄多了 好像更白了呢 那我就少抹一点吧 之前有人说我的双眼皮割得很自然 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我的双眼皮本来就是自然的 我没有割 请看 请看 如果我割了双眼皮 我怎么会割成这样子 我最起码要割个这么宽的眼皮 顺便把眼角开到这 我就两个这么大的眼睛 我会可以搞成这样吗 我觉得这半边还好一点 这半边特别粗糙的妆面 超级粗糙 我现在把镜子拿进去看一下 我的妈呀 这半边见鬼了 我现在在用这个海绵 干净的部分把它压一遍 特别干特别浮 这半面我觉得还可以 不如我们勇敢的试一试 这半边叠加一下怎么样呢 因为正好手上剩一些粉底液 就是不能浪费 我的手它越界了 我打算把剩下这些粉底液 全部擦在海绵上 然后这样子弄一弄 然后擦我的脸 哇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 终于这半边跟这半边变得一样死白了呢 等一下 我的眼线眼睛看怎么了 看得到吗 感觉好危险 我一不小心成了双瞳 我要取出来了 大家我要取掉了 不好意思 这什么 这垃圾 我要直接扔掉 你看它在我眼睛里折叠了 看得到吗 不要买这个眼线眼睛 答应我不要买 我这么带来会瞎的 这眼睛当然会瞎的 相信我 不要买 嗨 我已经洗了洗我的双眼 然后换上了 这一副我最爱的可惠日抛 然后现在让我们继续化妆 今天接连翻车了以后呢 我有点失去了信心 我想奉劝大家一下 不要看完我开箱 就去买我买的这个东西 一定要看完开箱以后 再看一看 我过一段时间会更新 就是我开完箱以后 我只用抹各个东西的体验 然后体验完了 再去购买 这样就不会 你们就完全不会踩雷 就是买到像刚刚这种垃圾隐形眼镜 这种东西了 然后让这些狂中暴雨 都凑我一个人来 然后呢 现在呢 我发现这个粉底液呢 我又在推散摩擦过程中 我的遮瑕已经全都没了 所以我打算重新遮一遮瑕 用这个 迅速的把瑕疵遮一遮 好了 面部的瑕疵遮完了呢 我还没有给大家汇报过 我买的BECA的这个 专门遮黑眼圈的怎么样 它是一个粉色的 然后这个膏体呢 特别的奶油 然后一抓一指头 拖到手上就是这个样子 很润 很润 对我的眼睛来说 虽然我的眼睛干到爆 但是我也想觉得它有点过润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干皮 可以放心大胆的朝它涌上去 我就稍微用一点 好了 那这啥的工作就完成了 下一步我们该干什么呢 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画美貌怎么样 画美貌我用的是这个 我还没有给大家展示过 是卡其色彩的这一个 叫魅力柔畅眉笔 然后它打开是这样的 是这样一根笔和一个替换芯 我当时只给大家在手上画过 还没有上过眉毛 我自己也没有用过 然后它打开这一头 是这种砍刀头的 这一头是一个小小的眉书 然后我们来试一试 先用眉书 书一书 你们的眉毛 然后呢 它送了这个画美卡 这个我以前也就是买各种东西都送过 但我从来没有用过 我打算这一次勇敢的用一用呢 我先看一看哪个比较符合我的眉形哈 看看这个怎么样 这会不会太粗了 这个是挑眉 哇哦 一次挑眉 再来试试这个 这个跟第一个有区别吗 他们两个有区别吗 我觉得他们俩是一样的 但一个写着二 一个写着三 我们用这个细点的挑眉怎么样 画一下啊 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啊 可能会受伤 我要取消了 很浓了 很浓 但是效果还行啊 还行 我稍微修一修 我觉得还可以啊 这个蛮不错的 说一说 咦 怎么样 画画这只眉毛 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怎么招成角度 跟这边完全对称呢 对称了吗 让我们祝福这只眉毛 跟这只眉毛一样 哎呀 这话太高了 怎么办 谁能告诉我 该怎么办 我遮一下遮一遮吧 高低差不多了吗 好 我们就当它差不多了 先用我的马良神笔 把它们来修一修 这块眉笔太上色了 就有点太重了 you know 这两个眉毛一样了吗 还是这边粗啊 那我们就这样子 把这边加粗一点不就完了吗 一样了吗 never 我们就说一说进行下一个步骤吧 嗯 我们来修容吧 修容这段时间 我背着大家悄悄的买了一个这个 这是什么呢 这是Mac的Omega 这个壳子是我在网上6块5买的 就不是它原装壳子 然后这样一个芯卡的不是特别老 你看随时能倒出来 因为我没有粘胶 它东西就是这个Omega 然后我买的是五十几块钱 然后我就用了两三次 所以我打算跟大家当面分享一下 它呢 呃 粉质算比较硬 然后涂在手上是这样一个颜色 听得到吗 就蛮像那种自然的阴影的 所以我打算拿它来修容 我最近一段时间化妆 特别喜欢用修容来当眼部打底 虽然不会像浅色的一样 看起来眼皮比较干净 但反正后续是要叠加隐隐的 正好 弄的眼睛那个有眼窝的轮廓感比较强 好 因为我最近修容产品就买了这一个 我打算修侧面也试制一下拿这个 我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会不会显脏啊 嗯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的方法 就是像我这种 双下巴特别严重 高小松式的双下巴 我就会这样把它挤穿 在双下巴上稍微涂一点 这样 修容 大家知道我为什么今天不把头发夹起来 因为我不想画发迹性 就把这边稍微修一修 不要怕抹得多 脸大的人 修容抹得多一点算什么 我以为这个Mac的涂上颜色会很重 结果并没有 好 修完了容 下一步我们干什么 让我们来画眼妆 首先呢 我这次要用到的是这几个东西 是我用最近买的Colorpop的这四罐 大家表面上看起来啊 它们可能是四个眼影 但实际上它们是七个眼影 就是有一罐是我 有一罐是我 自己把它四合一的 就是我还是建议就是压盘 它就像我跳的人呢 就不要尝试自己压盘了 知道吗 这四个色极度不均匀 这里面就是有那个Brandy Celer 有Party of Five 还有DGAF 几个比较热门的颜色 然后第三个颜色呢 是我上次买了一小套组的 这是Paradox 这是cheap date 这个是Amaze 所以我打算把它们七个颜色 能多用就多用 然后用来画我的眼妆 首先打底 我就要用到的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然后它的它是Brandy 如果没记错的话 其实这三个颜色我都没有上过眼睛 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这几个我倒是都涂过 用一把这种硬点的 运染刷来 运染一下这个边界 好的 下面呢 我分不清这两个谁是DGAF 谁是Party of Five的呢 所以我就决定用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Amaze 呃 画在哪里呢 就画在 我试一下颜色 这样的颜色 画在 这里吧 你刚才打底的范围稍微小一丁丁 为什么要这样图呢 就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想把它们尽量都用上 然后呢 用最小的小手指 赞取第一个Brandy这个颜色 擦一下下眼 你的三角去 他的发展有点大 不好意思 我的小手指有点大 那我们就用这把 可爱的小刷子来擦一下 Amaze这个颜色 就这样三段图吧 第一段图这个颜色 这个我估计是Party of Five吧 用这个小刷子 这样 它是取得到粉的 不过不是特别上色 没有用手涂上色 这样涂在眼前三的这一处 然后再用这个DGAF呢 用刷子的反面取它 取完以后 涂在眼睛的后半端 然后继续用DGAF 用这个小刷子的侧面 沾去以后 涂我们的下眼皮三角区 下面这四个我已经用上了 就像三个颜色还没用了 下面呢 我们就用这个Paradox 这是一个哑光的 特别显色的颜色 涂在加深我们的眼尾 用到的还是这把 万年不变成小刷子 用它的侧面 这样这样 再用正面 把整个刷子全部粘满 因为你等会不知道 鸟用它的哪个面来涂 就这样 其实Colourpop的眼影 它厉害就厉害 在有时候一个色 或者两个色 用手就能打造一个 看起来效果很好的眼妆 所以大家如果买了的话 不用像我这样应用期的颜色的 我就是想给大家 多展示一下 它们的上演效果 哇 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 没用了 真是开心的 没用的这两个颜色 一个是叫Sailor 是这种有蓝色偏光的珠光色 这样子的 哎呦不好意思 我的手不干净 用这个手 我刚取粉就取到别的粉了 再来一次 这就是它 还有这个颜色 叫Cheap Date 咱们也没有用到 是这种铜的颜色 现在我打算 把Cheap Date 这个铜的颜色 然后用手蘸去 就是 这个明明是10个颜色 10个屁 这是铜 这是黄金的颜色 gold 涂在眼皮中间 然后呢 哇 我的眼睛好闪 这是闪瞎了 我自己的眼 然后呢 用Sailor这个颜色呢 用这把刷子 赞去Sailor这个颜色 就是蓝色偏光的 整体偏白的 这么一个珠光色 画我们的卧槽 我没有用它画我卧槽 我怎么感觉自己有一种人民币的味道 上面是粉中带金色的那种镭射光 下面是蓝色的偏光 为什么自己画好像钱 我现在就强行用Cheap Colourpop的眼影呢 然后画了这样一个眼妆 我们叫它人民币妆容怎么样 然后就是这么俗气 然后呢 我们现在来画眼线 画眼线 我这次准备了两个东西 我就打算用Urban Decay的这个双头眼线笔 来画我们的内眼线 它特别神奇 完全不脱妆 用黑色的这一头 这样子 翻开我们的眼皮 看就这样一翻 大家看 这边是画的内眼线 这边是没画内眼线 区别大吗 这边也画完了 稍微有点出界 没关系 我都还用眼线液画 反正每个步骤都翻车了 也不差这一个步骤 眼线液呢 用的是熊野的这个咖啡色的 你就直接画 我打算学习上次 我给你 不好意思 我没有透露什么信息 学习上次 我闺蜜 给我画下睫毛的方式 这样交叉的画一点下睫毛 说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看上次 我好朋友帮我画的那个妆 大家觉得怎么样 他画的好吗 大家以后还想看他给我化妆吗 不过 播放量 还有弹幕比我开箱的少不少呢 我现在就是单纯的凭借着 一腔热血在做美妆 知道吗 我打算以后 就老老实实的当一个装的拆块地的 还是怎么办 我的美妆梦想破灭 我闺蜜这段时间 他回到了他的老家 我在南京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 上次 那个 他帮我化妆那期 有一个弹幕 说他闺蜜的唯一 那个特长 就是烙馅饼 我简直太动讨这个闺蜜了 怎么这么厉害 烙馅饼 这么牛逼的技能 他都会 能不能让你闺蜜 教一下我怎么烙馅饼 好动讨这个闺蜜 好实用的技能 你要不要跟我换 互关闺蜜 当场出卖姐妹 好像画的有点重 不好意思 下面我们来 夹睫毛 用到的是这个 是上次 粉饰盒子里面 开出来的背影的 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 从来没有 我觉得他跟 文艺良品的简直是一毛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视频里说错了 一直要说 他跟直寸秀的一样 他跟直寸秀的根本不一样 然后呢 还有这段时间 偷偷背着你们 买了一个 方琳的局部睫毛奖 这是方琳的局部睫毛奖 我老公在狂笑 你知道吗 不是你想象的那种诱法 现在我先用这个 整体的夹一下睫毛 试一试 带我再夹局部 夹你的局部 这个背影很好用 可以说很是好用 加一下下睫毛 超好用这个 慢慢没想到 现在我就要用这个 发骨睫毛夹 现在我就要用这个方琳的睫毛夹 来夹一下 局部 你给我滚 现在我就要用这个方琳的睫毛夹 来夹一下我睫毛两端 它这个力道 比这个力道 还有微蓝米力道差好多 它就是要使用大概 假设20牛的力气 然后它大概就只有5牛的力气 OK 这个完全没有什么好卵用 它太松了 现在让我们来刷 上次有人问我睫毛怎么做到非常卷翘 这就是我的秘密 睫毛底高 我只买过两个睫毛底高 一个是蓝扣的 一个是这个 蓝扣那个简直就是垃圾 这个超好用 如果你想让你的睫毛更长 因为我都会用那个睫毛膏 就是我自己的睫毛是挺密的 我觉得但是不长 所以我就主要想 我的诉求 就是让它变得比较长 然后我就多刷两遍 这个OK来次刷睫毛膏 用的还是这个 因为我最近新买的 就过来过去准备一两个 就还用这个吧 这个美宝莲的粉胖子 还是玫瑰金胖子 是这样子 这个刷头是硅胶的 我打算听大家的试一试 把它擦掉一些用 哇 擦掉的足足有这么多 请看 这样我这次睫毛膏 会不会用两次就用完了 看之前图我打底的部分 就显现出来的刷睫毛膏的时候 然后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大家如果刷睫毛的时候 害怕这个睫毛膏到你的眼皮上 你可以背后垫一个东西这样子 这样子刷 就无论如何也不会到你的眼皮上 好了 我觉得下眼影有点入 没事就这样吧 这是一个体验 又不是一个完美的妆 已经这么多地方翻车了 然后下一步 我打算 还有最近特偷买了两个小 最后已经进东西 我最近又背着大家 悄悄的买了两个小东西 现在跟大家汇报一下 一个是BECA的三色高光盘 还有一个也是BECA的 是一个单色高光 然后这个单色高光的颜色 但是我都没有打开摸过 第一次献给大家 这个是小飞碟 然后这个单色高光的颜色 是BECA非常火的 这个香槟泡泡泡 然后打开是这样子 这个卖家还帮我垫了一个化妆棉 打开是这样子的 有个BECA的这个 然后取掉以后 我来给大家摸一下 摸摸摸摸摸摸摸 可是我没有好手了 这个吧 还好一点 这个粉要比BECA其他的粉 我怎么感觉硬一点点 画在我的这 再叠加一次试试 就是这样 这块很热门嘛 我就买了一块 然后呢 这个三色盘 我也给大家刷一下颜色 这个三色盘 网上的图片好漂亮呀 当我收到手呢 其实外包装我是失望的 看 就这种从紫色见面到粉色 尤其它中间的这个 上面是蓝还是紫 尤其它中间这个粉色 我觉得好丑 然后大小就是这样子 一手大 然后这样子 打开以后是这样子 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 有三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大小挺好的 我觉得高光弄成这么大正好 你就是这个正装会有点太大了 然后这样三个颜色也比较好带 然后呢 你太小的话 它高光刷不好取粉 我觉得这么大是正好的 下面我来给大家刷它这三个颜色 这三个颜色呢 有两个是它特别热门的颜色 第一个是它非常著名的这个 Moonstone月光石 我刷在香槟泡泡的旁边 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它 雌穷特别好看 这个月光石 然后这个就是它那个紫色的 据说图这边比那个PK107还好看的 那个紫色的 名字叫 Prismatic Pake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来给大家刷刷这个紫色的 用蛋纸来 这个紫色的感觉比其他的绵软一些 刷在这里 这个紫色也挺好看的 其实我买这一盘主要就是冲着这个紫色来买的 然后我现在再来给大家刷一下这个粉色的中间这个 我觉得当高光是不太可能了 只能当腮红吧 我等会腮红就用这个 这是中间那个粉色 当高光显然是不可能了 大家看一下它的光泽 但是当腮红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等会我们来试一试 我打算今天把这四个颜色尽量全往脸上刷 首先因为BECA的高光它非常的好取粉 就用一把这样子比较软的刷子 比较松散的就可以了 像我之前爱用的RT这把就太硬太密了 就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沾取MOONSTONE这个颜色 你看轻轻的沾就很容易取到粉 然后刻一刻 涂到我们的腮上 然后现在这个光泽就是MOONSTONE上脸的样子 然后我打算BECA的高光 先不用它 我先打算把这个刷子清洁一下 然后用把这个位置 涂一点这个紫色的 涂一点这个紫色的 这个紫色的比刚刚那个还好取粉 它就是有砰这边的功效 我喜欢这个紫色 我喜欢这个紫色 我把额头碰一碰 碰一碰额头 现在呢 我打算把这两个最高 这样吧 现在我先涂腮红 用中间这个当腮红涂 然后呢 还是用这把刷子 清洁一下 要在那个海绵上扫一扫 蘸取这个腮红色 这个腮红 其实我预感上脸不会太好 但是我们试一试 同学的脸不是粉色的 是这种紫和玫瑰金 这种粉紫光 完全没有红色 感觉我脸有点太亮了 但是还没有结束 还要再涂一个高光 我打算用一把这种小刷子 然后把这个香冰泡这个颜色 涂在这个最高点上 让闪亮来的再猛一些了 就这样 然后鼻梁呢 我打算涂这个月光石这个颜色 月光石这个颜色 用一把这种刷子沾去 唇风可以少来一点 好 下面呢 我们高光就打来了 是不是整个人都亮透了 我这样看起来 我的脸各种反光 现在呢 我们就来涂口红 口红我这次准备的是 阿玛尼的这支 大红的405 因为我收到手以后 我就涂过一两次 也没怎么涂过 所以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先看一下它上手 它上手的是这种颜色 很多人说它是血色 很多人说它是番茄红 但是我就这样颜色 然后蛋擦就是这样 所以我先上嘴给大家看一下 我先蛋擦 这个是超级蛋擦的这个这个这个结果 再稍微叠一点 现在就是这样 我再来给大家超级浓涂一次 现在就是阿玛尼405超级浓涂的效果 我觉得稍微有点浓 那配合我今天的妆 我想把它稍微拧掉一点 大概就是这样 下面我们定个妆就OK了 定妆用的是这个Urban Decay的定妆喷雾 然后对着我们的脸这样子 可以稍微远一点 因为它的水珠有点大 然后带来一个方法 怎么让定妆通过快点干嘛 之后定妆呢 就要拿出这个东西 一个电风扇 看 看 吹我们的脸 其实大冬天的吹电风扇 真的非常的冷 但是为了美丽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 下面冬天的新品扇联体验就完成了 然后大家还喜欢吗 后续我会有一个系列的各种各种各种的上连体验 我也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过年的时候 这段时间比如初一到初七这样子 大家是会比平时轻松一些还是忙一些 就是比较多的聚会什么的呢 还是说天天闲的没有实情动 然后可以告诉我一下 会有相应不同的计划哦 然后今天的妆容就完成了 收拾我的毛 最后有一个小小的彩蛋送给大家 就是前两天我被刺猬的时候 手烫伤了一块 我打算大家画一个东西 但是我右手受伤我就只能用左手换 好了 大家是不是都在忙着扫福字 希望我的这个福字能给大家带来 一直换不到的福卡 那这些东西就这样